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觉得有我们看一下贵满 我们拿证据给您看 在3月后面几个礼拜 我们看3月份 这3月 这4月 我画待会不要清 3月中下旬之后 红棒走平 红棒 这边可是连续的7到8根的红K棒 这也是7到8根的红K棒 锐的红K 不要轻来时间一模一样 放集中 集中都是大型的权重股 你看3月4月 3月中下型之后 哪有没有连续红棒 黑K一大堆 然后没有连续红棒 也是黑K然后走不动 所以猪小型股 标态这是证明 对吧 对 尤其因为刚刚我讲 投信它没办法像外资 去撼动那种航空母舰 你说投信作帐台积电 这讲出去撤施大家 对啊 不可能 中小型比较好 但是你说投信任养中小型标股 这个就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你前面可以观察的 两种讯号 第三个投信它有可能会跟着 跟着市场上面热门的议题 比如说政策的议题 你看最近拜登这个 2.25兆美元的基础建设方案 或是你像台湾最近在讲 绿能的这个部分 只要是跟政策有关的 或当下流行热门的议题 都有可能出现什么 投信在买相关标的 不过讲到了拜登 2.25兆美元的基础建设 我就想到 我们第一节特别节目 葵国大哥说 这个当然是利多了 可是钱从哪里来 他会课税 这个税呢 如果从企业税来拉升的话 从这边找钱 大家宣布这个消息 美国股市可能会抵哦 台股也会修正哦 不知道您认不认同 其实这个礼拜四晚上 美股就告诉你答案了 大家根本不怕嘛 你看礼拜四晚上的这个 废半指数还给你涨了 超过3%以上 台积电一定要大涨5%以上 所以你说 美股认为会加税 会啊 不是现在加嘛 搞不好它是什么 这个基础建设开始启动 过了一两年 丢给下一任的拜登 还是下一任的别人 再去烦恼这个议题嘛 所以我判断是说 他要先搞好当下的东西 但是加税东西呢 我们还一还 可是我会做 还有一点了 如果呢 因为经济景气越来越好 开始复苏了 企业的赚钱本来是赚这样 经济一好赚钱变这样 把多出来的部分拿去缴税 其实对企业的负担 loading也不会那么样的大啦 给您不同思维 再来 好 再来 前面我们讲 当这两个讯号出来后 第三个是什么时候很积极 你知道看到 出现强于大盘的指标股 或族群是投信一直在买的 这个代表什么 当下作涨行情启动 也就是大盘走成这样 朱小型股的那一档 竟然走成这样 走成这样 上山轨道 那就是强过大盘的指标 做上的族群 OK 太好了 尤其最重要是要有族群性 因为这样它会吸引市场上投资 反正我这个族群有三只 我就每天做一只 这样会很热诺 那如果我们投信 近期买的族群来看 包含什么 面板 航运 还有半导体 还有原物调的部分 这个都是我认为 至少在四月份 会当红的族群 所以四大类第二季 还会续夯 投信点名作战了 好 四大类我们看一下 哪些的标的来 我们赶快来看 最近投信从三月十九 就三月下旬开始买比较多 你看第一名 群创买了十万张 今年法人估大概赚三块 那重点在哪里 因为群创一直讲 今年关键性的零乳件缺货 尤其驱动IC的部分 所以他认为 至少上半年没问题 下半年应该也都很好 而且群创友达的面板涨价 还会再涨下去 对 那另外航运就不用讲 你看这个大牌长龙 这个三月十九以后 投信也买了四万三千张 今年你看法人预估EPS 已经拉到快八块了 那题材什么 这个货柜缺目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另外这一些相关消费性的东西 还在补库存的效应 还没有结束 因为如果每一个国家都在补库存 比如说卫生纸不够 因为当时不是这个长龙货柜轮卡住吗 所以卫生纸不够 赶快现在船可以通了 卫生纸在叫一万箱一亿箱 这叫做补库存 就要用货柜轮一直在 这就是忘记了 再来联电投信买了大概三万三千张 今年法人预估大概有两块六 其实还不差 那当然今年包含车用的 5G的物联网的新需求 最重要最近台积电讲什么 大家看到明年对下游的这个 他的客户 他不会有折价的空间 那代表什么 联电也是有机会的 好 再来金居是做什么 做铜箔基板上游的铜箔的代工 听说那些PCB铜箔基板那些 包括铜都涨价 对都涨价 铜价也是在近期的高点 那最近投信买了这个一万两千多张 而且金居是挂在OTC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那你看今年法人预估大概赚四块 那最重要今年在哪里 5G带动整个铜箔的需求 尤其在加工费的调涨 最近看到大概至少涨了百分之十以上 所以这种东西它是什么 整个产业上来的一个趋势 那我问你 因为金居它是做铜箔基板 铜箔 铜箔 可是它要做出铜箔 这个铜 它买的成本也变贵了 那所以它买的成本 它买的这个铜的原料变贵 现在做出来的铜箔 卖给别人 它也加价了 对没有错 这种叫做成本带动型的 这个产品上涨 成本带动型的涨价趋势 另外一个 像这种跟原物料有关的 你要记得一个 就是说下游的 它是追涨不追跌 就是说 如果我原料价格一直涨 对不对 我下游本来开始不买 后来不行了 涨太多 我就赶快一直买 一直买 所以他们会这样 当然相反的 在跌的时候 他不买 你不要说跌了 大家会一直进库存 不会 他们会等到跌到谷底 不跌了 我可能考虑开始不库存 他已经道出了 金融学当中的预期心理 现在100 日后会涨到120 130 140 所以110的时候 我赶快抢买 跌的时候 我认为 190 80 没关系 90不用买了 会掉到80 所以跌的时候 买盘会递延 对 所以原物料你特别要注意这个观点 那另外 景硕这个是PCB载板的部分 你看今年法人估大概接近5块 有4块8的水准 你看一样是在5G 高速运算 带动载板需求 而且最近ABF板也还在缺货 那再一个 联永做驱动IC的龙头 你看法人 投信在这个3月下旬买2000多张 这个股价现在逼近600了 那法人估今年有30块 所以有三个股本今年 今年预估至少有30块 那你看驱动IC缺货至少到第三季 特别讲一下驱动IC 你看除了联永以外 最近的这个敦泰 甚至像细创 甚至像天狱 甚至新贵的这个 这个新贵的股票 都是一样 最近驱动IC各股都在涨 所以这个区块搭配到群创 这个你就要特别留意 第二季 有没有可能投信集中火力在这边 好 我稍微归纳一下 如果照您研判 投信要作帐 被点名了 讯告E 该产业的题材 Q2持续往上看 第二 投信的买盘 早就在预告 而且投信的买盘是不能断的 要一直买下去了 第三 今年赚的EPS 要比去年来的高 三大方向对吧 对 没有错 好 感谢博杰 来 谢谢您先请回座了 先把第二季 投信作帐的产业别 把它抓出来 刚刚带过了 但是如果您要操作的话 操作是我最在乎 也就是投信上车了 你怎么跟啊 那如果下车呢 该如何从筹码的迹象 来查个端倪 不要人家投信下车了 你都还不知道哦 所以进广告回到现场之后 压轴来看 上车 下车 不要坐错车 跟您说 当我们在讲说 法人作帐啦 会股价往上标啦 往上的期待啦 这是好的层面 但是呢 明明他坐的是高铁 结果你坐的是公车 跟错人了 那就不对了 好啦 他坐高铁 你也坐高铁 结果呢 他是上一班次 你坐的是后面两个班次 你也上错车了 所以跟投信的作帐 两大方向都要跟对 博杰请上来 怎么样跟上车 怎么样跟下车 来一个白板 我先问博杰了 上车 因为第二季 第一个月四月份嘛 第二季的季初 来咯 我们先教一下了 比如说这是投信的筹码 投信的买卖 我听人家讲了 怎么样跟上车 就是呢 前面投信本来是这样 卖卖卖 我们先卖哦 这样卖卖卖卖 突然间的卖变少了 由卖转买 刚刚开始的这个地方 就是上车会比较好 千万不要人家买投信 买很多多的不得了 这个地方不是上车的点 不知道这个角度 您认同吗 我认同 可是我们可以再补充一下 来来补充 你看刚转买的时候不稳 你不用急着上车 为什么 那时候的股价 它可能就是什么 底部震荡 对不对 你有可能不小心破底 你还被洗出去 你在它开始多买的时候 它小买的突然哪一天买比较多 你在这一根 或是隔天进去 好那我归纳一下 我们看紫色的哦 也就是呢 刚开始小买小买 先不要跟 因为在小买有时候 买多一点点 少一点点 多一点点少 不稳 可是当你发现到一个趋势 本来小买变成呢 比较中买 中买 而且这个中买呢 大概连续两三天 划出这种方向 对对对对 没错 这个地方再来拜就对了 对这个地方拜 你就安心了嘛 对对 有人推的力量更大了啊 对这个时候 但是不能等到这么多 这么多你只能抢短啊 就是短线当冲 反正投信会买嘛 我就找盘买 他尾盘会拉上去 我尾盘再卖给他 对对 这种时候 你当然就是做短 当冲隔日冲 OK的 但不要想说 买了这么多 我还有颇短 这个机会就不高 好所以呢 上车要记得哦 再帮我插播话一下 那如果下车呢 下车是讲给您大概 我应该说六月中下旬之后哦 所以下车怎么去察觉 下车是六月中下旬帮我画一下 从这边开始画 如果 假设买很多了对 突然你看买变少 这个时候要干嘛 警觉了 怎么开始不买了 出现第一天开始小小卖 不太对了哦 开始设停利点 对 大卖第一天或隔天 你觉得盘中不对就出了 就要卖掉了 对就要卖了 博洁人真好 但是不会落差那么大 给您看一下 从大买 本来哦 是大买 然后卖卖的奇怪了 买盘怎么越缩 就越买越少了 然后呢 未来的某一天 发现到了 转卖了 转卖一点点 还不打紧哦 转卖越来越多 这个方向看到了 拜托不要犹豫了哦 六月中下旬 你就sell掉了 对 另外给大家一个数字 就是中小型股 投信的持股 通常顶多大概两成 就是占股本的两成左右 就会紧绷了 就会到顶了 所以你有看到 投信持股在15% 到18%中间啊 你就要开始警觉说 对 有没有可能后面 投信买不上去 对 那假设 那超官业在这儿紧绷嘛 对对 假设如果投信一开始 只有3%对不对 你看到最近买到5% 8% 哎呦 你就要心里有底 有没有可能出现 前面我们讲的这种状况 对 上车 对 下车 清掉之后来看一下 因为上车了嘛 所以怎么操作来 好第一个 群创目前它还是在创高的惯性 所以你要看 比如说惯性是拉回十字线有手 或月线 只要这个惯性不变 你就偏多跟着投信做 另外长龙 最近也还在创高 对 杨敏尼也上来 所以呢 波段 大波段你月线 短线就观察五日线十字线 因为这种是大型股 连电 最近在季线之下打底 这个底部形态 有没有办法直接跳上顶线 就会转强了 另外金均 一样 它目前也还在创高 所以这个创高的惯性不变之前 你也是可以偏多看的 那再来景硕 最近开始慢慢什么 突破一个整理区间 开始有要波段转强的迹象 所以你可以沿着五日线跟十字线来偏多 那另外联永也是一样 它还是维持在一个大趋势的创高 所以呢 这个惯性目前看起来大概是在十字线左右 所以这个惯性不变 也是偏多操作 好 感谢博杰 精彩 谢谢您了 开始整理一下咯 投信四月份开始做第二季的账 作账的讯号五大点 每个点都很精华 贵买金在说话咯 从三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呢 想问了第二季 投信最密集集中的作账产业别 包括哪一些呢 不外乎面板啦 运输啦 还有晶片这些等等 那这几档 投信作账的产业 指标股又该如何操作呢 来看仔细了 尤其刚刚那个白板最重要哦 上车投信卖越卖越少 慢慢的有卖准买的刚开端 而且买盘呢 小买不算 慢慢的变中买的时候 才是上车的关键点 了咯 下车六月中下旬盯着看 这些的操作计较刚博杰都念过咯 以上的结论 博杰认确吗 完全认确 感谢您 打播再帮我拍一下三位专家了 再次谢谢您了 尤其志愿辛苦 连续两集都帮我刷 特别节目他们准备的题材 都是为了要帮助您 学会钓鱼技巧 所以玉堂 博杰 志愿 感谢您了 当然三位专家讲 希望能够帮助您在四月天 操作学得更加的精华 获利自己赚了哦 当然了 这个行情现在诡谕多变 四月份的美国股市 也是您要盯着看的哦 今晚的美股 待会儿进行锁定深夜新闻 当然更感谢量级特别节目的存股专辑 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